早前Meta旗下的WhatsApp死了一天 我們在做節目的時候說 為何這些全世界都無法發佈 原來Instagram也是Meta旗下 昨天有很多用戶發現突然間被人封鎖了帳戶 不知道是受到黑客攻擊還是怎樣 有人進去Instagram的版面寫著你的帳戶 自不知哪個日期開始 宣佈了停止你的權利再運作 Instagram就是Meta公司之後出來解釋 暫時還在調查原因 不知道是否有人攻擊Meta去打 很多人都傳說是否封網 封某些帳戶 總之跟政府不適合談的人就封鎖了他 如果你要控制那些公司 要控制那些公司 要控制到去美國 你講起這些社交媒體 Elon Musk終於用440億美元收購了Twitter 一收購到之前他也預告過是裁員 他現在看報紙大概裁了1900人 再加上解散董事會 他個人就成為Twitter的唯一董事 然後再在Tesla那邊 調動了大概50名的員工 在Twitter那裡坐鎮 大部份來自自動駕駛業務的軟件工程師 就是Engineer 來到Twitter 大家經常在說 我們網上因為太多的新聞也好 又或者很多不同的資訊 甚至乎現在說這些社交媒體 很多時候是否有規管 為何無緣無故的IG被封閉 WhatsApp用不了 Twitter被Elon Musk收購之後 又會是怎樣呢 會不會影響著美國中期選舉那些呢 有很多都是在網上的言論 就受到管控 我個人來說 我經常都說的 我就一般的那些 可能憑一幅圖 一條幾秒的片 一幅相片 大肆看圖說故事 又或者我之前都分享過自己 以前都曾經有身邊的人 被人擺過上去連登 他說的故事其實是完全不實的 所以有時候這些網上的東西 尤其是我們自己做這些網台 有些留言等等 你看一下他究竟是什麼 如果他講完那些東西 都九唔得八 之後你說 大哥 YouTube的頻道 很老實說 免費娛樂 根本就不用錢進來看 免費娛樂 有時候你看那些人一留言 根本就沒有聽 或者本身是hater 大家都是 平時用那些社交媒體的時候 自己要過濾一下 就不要相信 還有就不用那麼著緊 也都不要那麼肉緊 有什麼事 很多時候都沒有 看圖說故事很多 真的 不過有些人 還是靠 比如說有多少人看 有多少人的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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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樣的 去證明自己的 都不是錢的問題 因為你多了一個 叫做渠道 讓那些人可以有其他方法 去賺錢 有些人的確是靠YouTube 找一大筆 又不用上班 又不要當你是全部 我最近看了一條片 就是在英國有一個很出名的 一個KOL 其實開文名 叫KSI KSI 他是一個全世界頭十的YouTuber 之前他厲害得 搞一些boxing的比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在那邊 你知道很流行的 其實在香港 鍾培生也是抄襲他的 那時候鍾培生和林作打架 其實之前就是在外國 這個KSI 再加上Logan Paul Logan Paul 是美國的YouTube巨頭 KSI是英國的YouTube巨頭 兩邊都很厲害 又不信超 之後就挑機 搞了一場拳賽 很厲害 找那些打MMA UFC的人 幫忙做訓練 那天的收益 是很大的 那些人私底下就說 是不是假裝 就像鍾培生和林作 你們私底下是不是炒作 你就知道鍾培生喜歡 林作喜歡大家有輿論 大家私底下 然後丟完之後 打贏打輸 我都給你錢 去打吧 搞了一場大賽 為什麼說起他 他最近看了一段影片 也是之前的 他就玩一個遊戲 就說是類似Blind Date 我當我們 風中三指 Blind Date 我們三個人 外面有一群女 就進來 我們就Blind Date 看看這個女生 我們聊聊聊聊聊聊聊 看看會不會溝通她 那些遊戲 其中 他一來就跟他說 你IG有多少個Follower 問那個女生 我不是很多 不是很重要 我呢 我又不知道多少Million IG不知全世界 不知頭幾 被人追蹤 然後這個女生 答那個答案 我刮目相抗 她說 那怎麼辦 其實這個社交平台 就不是你的所有 很多人 會在IG 經常放到自己 好像又要拍很多東西 很光芒 很威脅 有些去到很盡的 有些去到 拍照後 後面有一輛林寶 其實又不是她 根本上 可能她是汽車保險 拍照之後 就 駕駛車去兜風 這些 其實是一個不好的風氣 變相很多人覺得 為何人家都這麼好 然後就搞自己很自卑 她不是又拿法拉利 她又去吃哪裏 酒店 但很多時候 大家都是把自己最好的東西 鋪出來 對不對 我們賭罵最清楚 贏錢 當然是鋪出來 你那天看到 為何她這麼靜 阿德哥 阿德哥去哪 那你就知道 大家不會問 大家知道 那當然是輸 不鋪 通常是暗訊 沒有什麼輸贏 沒有什麼輸贏 是啊 不過連警方招募 我那天聽阿爾 去講 關於警方有五千個空缺 然後他開了一個新的招聘中心 之類 他提了一件事 我也覺得 他們應該申請那幫顧問 或者公關公司 都給了一些窗距 可能分析了一些數據 或者走勢 究竟 譬如說現在的年輕人多數 是喜歡看什麼之類 給了一些參考 他連招聘中心都說 要將它年輕化 譬如說 去做一些體能測試 都是一些遊戲來的 VRL遊戲那些 當然我們自己 不是很喜歡看 我也沒有看 那些警方自己 那些多媒體平台那裡 可能那些什麼警訊 Facebook 什麼IG 我想他 扔了幾千萬 請那些 公關公司 都是幫警方去做一些推廣 他們是拍片的 是 那些拍片 你可以說 是 膠膠膠膠的 是嗎 都是好像傻傻傻 在窗口走來走去 然後 原來是介紹 警方新開了一個中心 之類 他用一些 叫做年輕一點的拍攝手法 希望 去改善他的形象 讓一些人 去接受他多些 或者覺得警隊不是老化的 加入警隊是年輕的 就是這樣 你不要管什麼 他們都會計劃到 那件事 就是 因為你一份工作 給人的感覺 從而影響那些人參與 比如說 現在我這個 余忠怡 叫做博物館 請一個職員 可能沒有什麼年輕人 來會見工 因為他會聽到 余忠怡是什麼 一搜尋 就是 哇 死了了 八十幾歲 他就會因為某些元素 而覺得這份工作很老 其實那個工種 基本上是適合年輕人做的 但是 那個年輕人的形象 就會覺得 我進去做會不會影響 我變成一些人覺得老 比如說 一班朋友以前拍戲都試過 你現在在哪裏做 我現在在保糧局做 蛤? 其實下什麼 保糧局也是一份好工 你現在在哪裏做 我在保護兒童會 蛤? 那些工是一些老的去做 所以其實某些工種 或者公司的形象 都要將它年輕化 要不然就很難請到人 基本上 你說得多 今次警隊 又重新有職務計劃 那些 整天定期都會 哇 在地鐵的廣告 漂亮得不得了 還要用了美女和英俊 我發了圖給大家 好像電影poster 真的 是啊 有的了 不用貼出來了 中間那個整個陳法拉 好像是吧 是不是真的警察 有些人都這樣說 究竟他們是真警察 還是model 還是什麼 據我所知 以往用真 全部都是真警察 即是現役警務人員 現役的英俊 英俊 當然 如果你是這麼公開 整天各樣都找了英俊 英俊 今次又不是真警察 我覺得機會大 都吸引 沒了那麼多人 繼續找回 會不會因為這樣而吸引 多些年輕人加入 像電影poster一樣 怎麼搞到天色 那個天好像火燒心 那些打風的天氣 不過他的Chroma Key 好像比較差 這樣看下去 那個Chroma Key 被人一看就知道 Key上去 起角都很厲害 但我們那些Chroma Key 就說差 他們這麼多 應該撿得很厲害 光位打得不太漂亮 我看到有些光大 有些是射這邊 有些是射那邊 Many 都是一些叫做生產線 但他在說幾千萬 他在說幾筆東西 所以我們不談論這個poster 包裝是很重要的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人很好 都是包裝 兩位大哥經常在吹捧小弟 其實我是一個廢查 大家經常在說包裝 那些人覺得 哇 科打好像真的很有錢 其實我是窮得很糟糕的 九爺正是這件 首的錢包 九爺正是這件秋冬外套 都兩肥幾下 沒有沒有沒有 兩肥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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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又來掉 大家看到嗎 這些就是Marketing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